眼看怪兽接连袭来 好在张开的屏障将其拦截在外 随着怪兽不断发动袭击 女人深知被攻破只是早晚的事 话音刚落就有几头怪兽成功突入进来 紧接着他们便开始向前快速冲去 众人来不及屋顿狗呆连忙摆正架势准备迎战 顶刻间军队便持枪开始不断酷吃 怪兽们接连败下阵来 黑铁侠健壮也迅速投下核弹 侵入的怪兽被成功消灭 而就在此时光头女静发现屏障外的怪兽在朝着两边急速迁移 看来怪兽是打算将众人包围起来进行绞杀 黑豹健壮随即便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随着光门防缓打开 怪兽群迅速出击冲向众人 与此同时人类大军已奋志踏来 而冲在最前线的就要数美队和黑豹两人 只见他们迅速冲入敌营便展开疯狂厮杀 随着两军成功照面大战一触即发 尽管人类的战力已突破天际 可面对着源源不断袭来的怪兽群 英雄们还是很快败下阵来 眼看众人即将领恨西北时 一道彩虹桥突然出现 从中出现的雷变之力也成功将几人救下 而赶来的支援部队正是鬼天灭地雷神三人组 随即雷神便二话不说朝着敌军迅速冲去 纵身一跳便落下雷锤 众人健壮顿时士气大增 对于发起挑战的怪兽便不断酷吃娇气做人 眼看人类阵营占据上风 怪兽部队随即便派出几只巨大的血低子前来收割 面对如此恐怖的武器 众人却没有一点办法 就在几人即将被绞碎之时 小红如神天将突然出现 只见他使用异能将其牢牢控住 随后使劲一抛 将战场上过半的怪兽全部消灭殆尽 眼看怪兽群已被成功镇压 雷神乘胜追击朝着飞船使劲酷吃 老巢被一窝端掉 就在众人沉浸在喜悦当中时 殊不知此时敌人已趁乱潜入了大本营 而他们做这一切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幻世头上的水晶 在一阵扭打下幻世成功败北 好在水晶即将被摘取之时 美队及时出现 这才把幻世拯救下来 谁料下一秒从礼物中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来者正是大反派灭霸 为了不让他得到最后一颗金石 每个英雄奋不顾身的上前阻止 然而迎来的却是惨痛败北的结局 幻世健壮只好痛下心扉请求小红破坏水晶 否则这样下去 整个地球的生灵都将会遭遇浩劫 尽管小红百般不情愿 可是看着下定决心的幻世女人 还是选择成全她 随着破坏光线的不断发射 就在灭霸成功解决掉 众人的千军一发之际 水晶酷痴炸裂 眼看计划败北 上头的灭霸随即便做出了一个 惊为天人的操作 只见他使用无限手套启动 时光倒流之术 水晶瞬间和好如初 紧接着灭霸便酷痴取下 将其安在手套之上 装备打造成功 谁料下一秒 雷神顺利赶到 只见他立马扔出雷锤 就将灭霸给贯穿 就在雷神正要将其顺利击杀之时 灭霸趁其不备随即一个响指 一时间地球上过半的人 开始灰飞烟灭 而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却丝毫没有办法 尽管这次的战役 以人类的全面败北而落幕 但是相信假以时日 他们终将重新振作起来 让此次事件的肇事者 付出惨痛的代价